基本上它就是会给你一个Spider 这个环境 理论上应该会自己开起来 如果没开起来 桌面上也会有个Spider连接 你就把它打开来就可以了 然后它的试题 它会放在C别底下 有个目录叫什么 叫什么ANS什么什么名称 一个目录 那你就把它打开来 Open它就可以了 就把那个空白的点PY档打开来 然后就把它做完之后直接存档 好像存档还是另存心档 好像印象是直接存档 存完档之后 它有个云端的评分系统 直接上传 马上可以知道说到底对还是不对 如果不对没关系 你可以再做修改 修改完之后再存档 然后再上传 反正它对就是绿灯 不对就红灯 就这样而已 OK 印象中其实那个系统还算成熟 而且这样的评分方式 我觉得到了还蛮可以接受的 另外的话考试时间 如果是考那个酒类的话 酒类酒题好像给100分钟吧 其实时间非常的充裕 真的你大概最后100分钟 绝对不可能全部用完了 那理论上是这样 如果说你假设某一题卡住了 你就不要再挣扎不要再执着那一题 反正你先做会的 那理论上实际上 大概只有第四类的 是20分其他都是10分 所以如果你第四类拿到20分 然后其他的话 再做个几题 再做个几题啊 反正有三题不用做没关系 所以你就先做第四 然后4123嘛 56 789可以不要做 对哦 789最难 那就通过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也是拿到证照 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拿证照 而准备的话 那其实 理论上应该不是那么困难的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刚刚的东西还没完成 因为这个题目里面 还要求说 你如果输入一次的话 跑一次 结束 这个是跑三次 三一次 两次 三次 当然还有更多次 反正就是看要跑几次 所以如果要跑几次的话 其实程式 只需要在这个上面 再写个回圈就可以 那把这个程式包在这个回圈里面 就OK了 所以哦 怎么做 第一步哦 上面哦 我们就加一个 现在A已经用了 所以B好了 B的话呢 就是这个地方 把它固定上来 这边把它改成B Input的话 这个可能要改INT了 这个B的话 指的是要输入的次数 要跑的次数 那次数的话 我们可以用什么 FOR I IN RANGE 那怎么决定它跑几次 如果它输入1的话 那应该是 0 逗点 应该到0 N 如果从1开始好了 如果说一次 那看你要找0到B也可以啦 有没有 然后这边的话加个冒号 如果它输入1的话 如果它输入1的话 那理论上它就是 0 0 跑一次啊 对哦 如果你这样不好理解的话 你跟你讲 1从一次开始 然后再是B 要什么 加1就可以了 这样也可以 然后呢 我们就把底下的程式 记得哦 把它放在FOR回圈的下一阶 就是放在它里面的意思啊 OK 所以按个TAB 特别注意哦 记得哦 这个一定要按TAB 你要 TAB的话就是整个 一起把它选起来 按个TAB键 这样意思说 它在这个回圈里面 去执行它的 它的这些动作 OK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 就加这两行就可以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呢 加一个B吧 那名称不建议一定要叫B 你只是说我们习惯 把它讲 这个变数名称取 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 For i in range 看你怎么样比较方便啊 你可以刚刚我讲 0 斗点B 这样也OK 因为意思说如果输入1的话就跑 0 1 stop了 所以0还是跑 0就算一次哦 所以你值重0 如果你不好理解 因为我发现 很多可能没有写过程式的同学 对于那个重0开始这件事情 实在是有点转不过来 那怎么办没关系 你用1 后面加1 对不对 也可以啊 看你怎么写比较方便啊 但是可能慢慢还是要习惯 因为没办法 因为在城市的世界里面 index 都是从0开始的 好像很少例外 除非说 那个Excel里面是比较贴 Excel的列 还好它不是从第0列开始 不然从第0列开始 我看到很多人头会很痛 0列 真的像那个 另外有一个类似四传表 那个Python里面有一个叫Pandas Pandas 锁影子也是从0开始 它概念也跟四传表很一样 但是它从0开始 所以有时候也是 对有些人来说 还是会有点障碍 不过慢慢你可能要克服 没办法 因为城市的世界里面 它不外回圈 不外乎锁影子从0开始 这可能慢慢习惯之后 你就会觉得这倒也还OK 那以后的话你就很流畅的 想要把你想的这个相对应的那个程式语法写出来 那你电脑就乖乖听你的话 然后把你想要执行的动作全部一次完成 那你当然相对会感觉蛮有成就感的 OK好 因为感觉一下子怎么每天要做很多事情的动作 全部再瞬间一次就完成了 而且下一次不需要重做 每天只要在执行下的程式 那一件事情就搞定了 感觉其实还蛮愉快的 OK 好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里面它应该就OK了 输入几次 然后它跑几次 所以我们先跑一次看看 那跑完 所以刚刚只有加这个 其他的没变 执行 输入1 Enter 这个时候1的话 指的是把1 丢给谁呢 丢给这个B 有没有 然后B的话R&D转型 它变成1的数字 所以1到2停下来 意思是说跑一次 OK 1 跑1到6次就变 变 它2就停下来 所以不能再跑 跑一次而已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什么 第二个输入98765 所以把98765 丢给谁呢 这个是丢给他 丢给A 然后A的话 他就帮我累加 把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切出来 最后输出这一个 所以输入一个1 丢给B 输入98765丢给A 然后Enter的话 就是下面去处 有跑出来 那就表示OK 这样应该没错了 第一关过了 第二关的话 就是再来什么 要输入3次 3 3的话 我把这个 输小一下 一个上一个下 这样看起来 会比较 OK 好这样 再来的话 好这样 再执行一次 再来就执行哪一个 再来就执行3的部分 3的话呢 就是要输入多少 输入3 意思说 跑3次 所以这个B 这个时候的话 就得到3 意思说 for i inrange 的话 就是1 3加1的话 那就4 意思说跑1 跑2 跑3 就跑3次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所以这个后一天如果 你如果 假如这个蛮清楚的话 以后我看到什么写什么就好了吗 有点像填控题还蛮直觉 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把规则熟练 有没有 其实我还发现我显示就是因为我 规则非常熟练 所以我把我想要填的资料填上去 填上去填上去 他就自动把我要的结果给变出来 OK 而且我觉得回线真的太棒了 一下啪一下子 哪怕他跑非常大量的资料 一下子就OK了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一样 再来就 第二个就 3 2 4 1 Enter 看是不是底下这个 Sum of this 等于12 对了 所以跑第一次了 所以这个时候是1 B的词 里面是1的 然后再来的话就下一个 输入0 输入0 然后Sum of digit 0 对没错了 再来就 7 6 9 Enter 22 那如果20OK的话 那表示呢 这样应该也就 完成了 OK 应该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主要就是在上面再加一个回圈的数量 然后记得把这底下的这几行按TAP键 换到这个4回圈里面 再来的话后面其实我底下有加了一个另外的解法 什么样的解法 不过这个解法可能你们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现在不习惯的话 有些同学现在看了会头晕 其实刚刚的写法 我们是把里面每个字每个字抓出来之后得加 那另外一个写法是什么呢 那另外一个写法是什么呢 就是把每个字抓出来之后呢 先用百分比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除以10余多少 也就是98765 除以10之后的余数 余多少呢 98765除以10 应该余5嘛 对啊 除以10余5啊 那余5之后的话呢 把那个5怎么样 把它累加起来 抓到5咯 然后呢 后面的话呢 再把它除除 除除10嘛 所以98765除除10的话 断 98765 没有5咯 对啊 所以那又再回去 回去的话呢 那就是9876 除以10余多少 余6嘛 再把6为加 再把6拿掉 一样嘛 然后再把 也留下7 然后再把7拿掉 然后再把它取得8 再把8拿掉 取得9 再把9拿掉 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一样的结果啦 一样把987 不过它是5、6、7、8、9 我们刚刚是9876 从头它是倒过来 结果也会是一样的 OK 只是说有同学看到这个 我会觉得 其实城市里面就这个地方不一样啦 其他都一样 其他应该都一样 对啊 只是说呢 可以把这一段 改写成下面那一段 不过还是有同学会觉得 哎 看起来好像 上面的方法比较简单吧 对 上面一行啊 下面两行 而且下面哦 如果数学不好的同学 可能会卡住哦 不过这不是什么很复杂的数学啦 只是会用到那个 囚鱼数跟除除的符号 这个可能请各位试试看哦 但是呢 这个地方哦 假如说啦 这个其实还会改写简单一点 就是说 这边我们是input的时候哦 这应该是int 这应该没有加int哦 这个好像多写了 应该不能加int 因为int这个地方就错了 OK 所以哦 另外一个方法是 你可以把这个for回圈 改成坏回圈就好了 因为它可以怎么 坏了怎么呢 A假如不等于0的话 就继续做 直到因为你最后除除10的话 除完之后 那98765会变成0哦 因为除完余数没有了嘛 所以也就是说你这个for回圈 其实这边是可以把它改成坏回圈的哦 你就不用判断说到底有几个字了 只是说这个可能自己再改写一下 好啦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哦 所以刚刚主要两个重点 一个是增加那个回圈的次数 第二个是说 如果你假设 不用那个切字串的写法的话 另外还有就是你可以用什么 余数%跟除除搭配 也可以把结果做出来 那我印象中哦 书里面的解答好像是用下面的方法 我印象中啦 可是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没有上面的方法简单 那考试当然你只要记一种就好 你不是说记一堆啊 最后不知道写哪一个 一定是写比较简单 而且你比较直觉的方法 当然看起来上面的方法实乎比较 比较稍微技巧高 稍微比较好理解啦 OK 那你说哪一个比较 比较好 记得起来都好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当然如果你比较可以接受上面的写法 你就记上面的 如果你比较 因为有些人对数字比较敏感 那你可以记下面的 这没有关系 试试看哦 OK